蓝旺基为了让魏无羡相信孩子是两个,就将那天晚上的监控视频给了魏无羡看。魏无羡每一针每一个画面都仔仔细细地看了遍,他不敢相信。原来这两天里,自己带的孩子竟然不是丘比特。 更震惊的是,安静点的那个孩子和丘比特是双胞胎,并且都是他生的,看着魏无羡不说话。蓝旺基沉默了一会后,终于对魏无羡问出了这句话,魏英,你什么时候回的国? 魏无羡闻言从监控视频里反应过来,他摸了下鼻尖,一年前,蓝旺基微微吸了一口气,为什么不来找我? 什么?魏无羡眉头一皱,很是疑惑地面对蓝旺基这个问题,他直接说道,我为什么要来找你啊?更何况蓝站,我也不知道你住在哪儿,我怎么来找你? 这一刻,蓝旺基的心好似跌入了寒潭,他眸光一旦继续说道,我给过你地址。蓝旺基回答得很快,可魏无羡的眼神却在蓝旺基面前出卖了自己。 于是,蓝旺基想着孩子的事情,又补充了一句,我一直联系不上你。联系不上我,魏无羡掏出手机,打开最近通话,往下一刷并没有陌生电话。 蓝旺基一眼便察觉到了问题,换了手机号,魏无羡握着手机应了一声,之前手机密码忘了,而且那个国外号码忘记了,就一直没再用。 如此说来,一切胡说得通,魏无羡换了联系方式,所以蓝旺基便一直找不到他。 说到这里,蓝旺基有些纳闷,两个孩子在身边,他也不好让孩子听见,便喊了奥利奥拉着丘比特去卧室里玩。 看着孩子手牵着手离开,蓝旺基一只手握住了魏无羡的手臂,音色有些深沉道,那星星呢? 魏无羡一愣,什么?星星他怎么了? 蓝旺基眼睫微颤,当初你把孩子给我,我带他回国,你说等你学业完成,就会回国来看他。 不对,魏无羡回道,我把孩子给你,这不可能,当初不是你愿意把丘比特给我的吗? 蓝旺基呼得眸光一顿,他深吸了一口气,我没有,何况我并不知晓还有他。 如果蓝旺基知晓有两个孩子,定不会让这对双胞胎独自一人跟着一个父亲。 如此大的信息量瞬间占据了魏无羡的大脑。 魏无羡看着面容娇好的蓝旺基,突然对眼前之人的印象有所改变。 自己记忆里的蓝旺基是他同学校同专业的学长,平常不苟言笑,也不爱说话。 至于奥利奥,魏无羡是真的对他没有一点印象。 这对能生育的Omega来说,定然是不可能的,是双胞胎,也就是自己生的孩子。 那么魏无羡怎么可能对自己亲生孩子一点记忆都没有? 尤其是刚刚蓝旺基给自己看了商场里的监控。 要不是今天两个一模一样的孩子出现在魏无羡面前,怕是魏无羡自个都不敢相信。 但是为什么他却偏偏想不起奥利奥了呢? 魏无羡自个也这样问自己。 或许是觉得自己突然之间有点不中用,魏无羡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,很诚实地对蓝旺基表达自己的想法道。 可是蓝湛,如果真如你说的那样,那我现在对星星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 怎么办? 话音刚落,卧室那边呼地传来了小皮球滚落的声音。 两个爸爸闻声望过去,只见奥利奥就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,目光从蓝旺基身边掠过,往魏无羡身上头去。 一大一小四目相对,这个眼神让魏无羡见了不知为何瞬间有些心虚和心疼,更有莫名的难受,就是和刚才在路上魏无羡准备第二次吃孩子雪糕时的那个感觉一样。 宝宝,魏无羡认出了是奥利奥,便像这两天相处一样喊了他。 不料,小家伙没有说什么,只是乖乖地拿起了皮球往卧室里走了去,只剩蓝旺基和魏无羡不知该如何收拾眼下的场面。 就在魏无羡准备给温晴打电话问点事情的时候,另一只小的丘比特登登登地甩着小腿,面色着急地冲两个爸爸跑了过来,他指着卧室大声地喊道。 爸爸,弟弟哭了。 什么,弟弟哭了? 魏无羡心肩一紧,接着和蓝旺基对上了视线,莫非是刚才他们的谈话被小家伙听了去。 一想到这,两个爸爸就连忙跟着丘比特走进了卧室。 只见奥利奥小小的一只站在床边的一个角落里,抱着小皮球自个在那里哭。 要不是丘比特跑过来报信,两个大人或许第一时间还发现不了。 奥利奥就连哭起来也是安安静静的,这看得魏无羡又是心疼,又是难过。 他慢慢地走过去蹲了下来,搂抱住奥利奥的小身子,抬起手轻轻地擦去奶团子的眼泪。 魏无羡面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,很是不知所措。 父母亲对待每一个性格不一样的孩子都有不同的教育方式。 想了想,丘比特和奥利奥都是自己的孩子。 于是,魏无羡就像前两天跟小家伙相处一样地哄着奥利奥说道, 宝宝,怎么哭了呀?告诉爸爸。 你有,奥利奥哄着眼睛低下了脑袋,都被魏无羡发现了,还说没有呢? 这小心思,真像蓝忘记。 魏无羡给小家伙擦了擦眼泪,声音温和地笑道,还说没有呢? 爸爸都看到了。 旁边的丘比特也点头附和着魏无羡道,我也看到了。 奥利奥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,却依旧在抽气。 丘比特见状往桌子边跑过去,想要拿桌上的纸,因为个子比较矮够不到,只能蓝忘记走过来帮他。 小家伙看到弟弟哭,也有些担心,拿到了纸巾,连忙跑回去,递给魏无羡。 魏无羡接过餐巾纸,朝丘比特眨了下眼睛,示意他真棒,然后猛地朝奥利奥脸上亲了一口。 一边亲一边说道,好可爱的宝宝啊,来,让爸爸大亲一口。 摸哦,摸啊,说着,魏无羡一连在奥利奥脸上亲了好几下,亲着亲着,还将丘比特也搂过来一起亲,逗得丘比特又是蹦跳,又是咧嘴笑。 好不容易将奥利奥哭声给哄住,魏无羡抱着他笑了笑,一把将小家伙抱在了自己的怀里,然后戳了出奥利奥肉嘟嘟的小脸蛋笑道,再哭的话,爸爸就要挠你痒痒了。 怕痒的奥利奥顿时摇了摇头,他将目光停留在蓝忘记和丘比特身上后,小手呼地攥上了魏无羡的衣领,抽抽搭搭地说道,想见爸爸,就,走丢,走丢了。 奥利奥说话声音有点小,两岁半的孩子会说话,但是有点含糊不清,可兰忘记却全都听懂了,他帮奥利奥重复了一边,跟魏无羡说道,他的意思,那天晚上,他在商场想见你,所以就和我走丢了。 哦,原来是这样啊,看来我们星星很喜欢我这个爸爸呢,是不是? 魏无羡知道,奥利奥是个很听话,也很不爱哭的宝宝。 既然这回哭了,小家伙定然是因为某件事情过于伤心。